河北唐山大清河岩厂位于渤海之滨 上百公里的岩田滩土构成了这片天然实地 全球八大候鸟迁徙路线之一的东亚至澳大利亚县就经过这里 每年云集在这儿迁徙越东的鸟达到数千万只 老田就是这个中转站的守护者 执着地守护着一批又一批迁徙的候鸟 老田做保护工作已经十一年了 多年的经验是老田对救助养生和野化犯规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这两只是东方小胶 县里的公安局他们在拔网的时候工作过来的 爪子上粘上网的话 他这个鸟网会把他们的脚雷掉 他肯定在有外生存不了 请等到晚上就等到爪子上回来 东方缴嚣救助回来 老田主要关注他爪子上的外伤 而隔壁的大宝 老田更关注他的体质 不同的病况老田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这个大宝正在换你 必须要吃有营养的东西 将来对他以外放飞 才有一个强烈的体货 东方缴嚣大宝 不久以后就可以放归种群了 而最让老田揪心的是 野化龙中的一只班头雁 老田与这只大雁结缘 是在一个暴风雨之后的早晨 一只班头雁被吹落在岩场 幸好被老田及时发现就活了 在此之前 老田在附近从没见过这种鸟 咱们这个河北这边了 没有他迁徙的一个通道 一个记录 所以他应该是一只米鸟 他这个河北这条线啊 能观测 研究到他 对科研 对以后的研究 这个科研 有很大的价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不信任 如果已经判了 你没人亲爱的 中文字幕 说 我从哪里 对科研究人的 像这个红紫腰啊 一般的救助以后啊 放飞的时候 把它轻轻地放在地上 让它自然地 现在就像这个 自然地它就走了 它开始 开始走了 野化龙里的红嘴鸥 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群体 融入第一波即将迁徙的种群 看到红嘴鸥顺利飞回种群 老田松了口气 这只红嘴鸥的救治算是成功了 除了红嘴鸥和卓马 野化龙里还住着一对 搬嘴鸭夫妇 它们因为营养不良而脱去 现在老田要把它们送回到原本七夕的岛上 更好的让它生存下去 所以又把半嘴鸥又送到这个岛上来 进行 两只奔嘴鸭迅速游回了群体 看着两只撒花的鸭子 老田由衷地高兴 他觉得 这也许就是自己能够坚持着把这个救助站办下去的意义 然而高兴过后 老田又想起了那只孤独的班头燕 班头燕种群迁徙不经过唐山 在延场没有班头燕的种群停留 老田只得把竹马暂时安放在附近的小池塘与家鹅生活在一起 但是他心里明白 这绝非常久之际 一个寒冷的清晨 老田突然发现 卓马自己飞走了 被救护的孤燕独自离开 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老田心里清楚地明白 一只吊队的班头燕 独自在人类聚集的地区生活 即使不被捕杀 也难逃其他厄运 老田立刻开始在附近寻找卓马 现在天一天比天冷了 我想是不是能找到它 如果找不到的话 在越冬都是一个问题 他找遍了盐厂周围 可以想到的每个地方 依然没有见到卓马的踪影 他是不是已经遭遇到了 什么不测了呢 几天过去了 老田仍然没有找到卓马 他几乎要绝望了 就在这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老田发现 卓马孤零零地飞回来了 卓马没有找到种群 由于对食物的依赖 他只能飞回救助站 多年来独自牵手这个救助站 干着不被大多数人了解的事情 老田觉得自己能够理解 这只孤雁的心情 他决心要为这只雁做点事情 一连几天 老田不停地打电话查资料 终于确定在中国青海湖 有斑头燕种群的分布 为了让卓马有机会繁衍后代 重新获得真正的候鸟生活 老田决定亲自送他回青海 而这需要一笔不少的钱